阿波羅新聞網 獨立 感言 新穎 望眼看世界 展望新中華 賴清德勝選 陸網抓包中國外交部聲明 傻眼 和4年前一模一樣 寵物移動火化車 現街頭 民眾優被器官移植 反抗勁爆 刀把子不堪一擊 公安和特警竟那麼快就投降了 留言被消失 中國網友看總統大選 臺灣做到民主自由 我們該反省自己 歡迎收看阿波羅網熱點直擊 今天是美國時間1月14號 星期天 我們通常在視頻發布後1小時內提供字幕 您只需點擊視頻右方的CC按鈕即可打開字幕 下面請看詳細內容 賴清德勝選 陸網抓包中國外交部聲明 傻眼 和4年前一模一樣 中華民國第16屆總統副總統選舉投票結果出爐 民進黨正副總統候選人賴清德與蕭美琴 將於今年5月20日 蔡英文卸任後 成為中華民國第16任總統副總統 民進黨取得了歷史性的連續第三次總統選舉勝利 中共外交部也在深夜緊急發聲 但卻被中國網友抓包 跟4年前總統蔡英文勝選時的聲明幾乎是整篇複製貼上 中共外交部被問到臺灣大選結果時 表示臺灣問題是中國的內政 無論臺灣島內局勢怎樣變化 世界上只有一個中國 臺灣是中國的一部分的基本事實不會改變 中共政府堅持一個中國原則 反對臺獨分裂 反對兩個中國和一中一臺的立場不會改變 國際社會堅持一個中國原則的普遍共識和穩固格局不會改變 一個中國原則是維持臺海和平穩定的定海神針 我們相信國際社會將繼續堅持一個中國原則 理解並支持中國人民 反對臺獨分裂活動 爭取完成國家統一的正義事業 聲明一出 就被中國網友抓包 表示該文與中共外交部2020年1月蔡英文勝選時所回應的內容幾乎是整篇複製貼上 就連標點符號的位置都一模一樣 也慘遭中國網友吐槽 四年後可以再複製一樣的文案 寵物移動火化車現街頭 民眾優被器官移植 最近有網民發現 街頭出現寵物移動火化車說是焚燒動物 但是其可火化的最高斤數為120斤 寵物移動火化車 全車長5.3米 寬度2米 高度2.47米 總重量3.51噸 單次最高可以焚化120斤寵物 標榜燃燒過程無煙 無排火 無味道 並且擁有合法無害化處理資質 充分燃燒 無任何雜物 平均每天可以連續火化30隻寵物 抖音國貨嚴選博主說 發明這車的人 給他取了一個聽起來很符合邏輯的名字 叫寵物無害化焚燒車 但是想問的是 這車子能焚燒動物難道不能焚燒人嗎? 殺人滅口 焚燒滅跡? 有網民擔心說 這不會是取完零件後的善後武器吧? 抖音博主惠心姐姐說 如果這樣流動的焚化車上路的話 人民的安全真是岌岌可危 大家想想是不是細思極恐 這腦瓜嗡嗡的 出門的時候後腦勺得長四隻眼睛 如果這樣的車讓壞人利用的話 你想想 說是焚燒動物 但是最高金數可以120斤呢?120斤是不是夠了? 多大的孩子夠 多大的人夠 120斤夠了 國貨嚴選博主表示 移動火化車對社會潛在的危害極大 請大家一定要認清現狀 發現身邊出現此類車的時候 我們一定要小心謹慎 著重加強防範 尤其是要看管好我們的孩子 有網民說 目前出現的寵物移動火化車屬於第四代 說明之前三代已經服役過了 難怪多少年輕人和娃爾 無緣無故的人間蒸發 估計與之配套的還有器官移植手術車 請大家以後上路小心點 上個月 中共國務院2023年12月14日公布的《人體器官捐獻和移植條例》 將於2024年5月1日實施 此前 中共曾於2023年10月28日在武漢舉行《人體器官取得組織大會》 但中共官媒並沒有相關報導 長期以來 中共拒不公布中國器官移植詳細數據 使得器官移植成為黑色地帶 反抗勁爆 刀把子不堪一擊 公安和特警竟那麼快就投降了 作者袁彬在大紀元發文 看了媒體的報導和網上的消息 我對貴州苗民集體抗暴事件有三個沒想到 第一是 沒想到當地政府會為了幾萬元公墓費用如此兴師動眾 這次事件的起因是當地苗族村落一位老人去世後 家人因無力承擔數萬元人民幣的公墓費用 將火化後的骨灰帶回村裡 打算就地安葬 但是當地村官為了財政收入 強行規定必須在指定的公墓埋葬死者 於是官方在1月9日凌晨派出數百人的隊伍 包括公安 交警 特警和其他部門的公務員 開著多輛警車和公務車 攜帶盾牌 鋼叉等防暴器械 到村中搶奪老人的骨灰 並對不服從的村民們大打出手 袁賓指出 當地政府竟擺出這麼大鎮事 只有一種解釋 那就是當地政府財政太缺錢了 區區幾萬元 他們也不願放棄 必拿到手裡才安心 第二是沒想到苗民的反抗這麼勁爆 這次特警們的暴行激發了全體村民的怒火 他們連夜行動起來 用石頭 磚頭 棍棒等一起圍攻特警隊 最後這些公安和特警只好全體攪械 束手就擒 成了村民們的俘虜 第三是沒想到公安和特警竟然那麼快就投降了 其中一名被活捉的年輕公安蹲在路邊 雙手合掌做著求饒的手勢 被釋放的俘虜們一批接著一批的步行離開 有些身穿印有安隆公安的背心 總數有數百人之多 許多村民站在路邊 大罵他們是土匪走狗 圓斌認為 如今政府的錢袋子都別了 公安和特警也在遭遇降薪 這種情況下 願意為共產黨賣命的人自然越來越少 尤其是在遭遇民眾的激烈反抗時 誰不把保命放在第一位呢? 石平家閻春溝先生曾分析過 中共維穩力量集中在城市 鄉村是薄弱環節 農民人多勢眾 村官勢孤立丹 上級政府鞭長莫及 鄉村維穩事成空言 鄉村火藥桶一一引爆 中共政權的瓦解將從農村開始 那時中南海鞭長莫及 心不能使弊 弊不能使指 就是中國人改變命運的時候 留言被消失 中國網友看總統大選 臺灣做到民主自由 我們該反省自己 第16任總統副總統及第11屆立法委員選舉於今日登場 吸引國內外高度關注和討論 沒想到似乎是因為許多中國民眾覺醒的發言 牆內的社群平臺微博開始針對臺灣選舉的相關議題進行管制 僅有通過官方認證的賬號才能發文 即便對臺灣沒有任何實際管轄權 中共當局仍頻繁對我國的選舉指手畫腳 甚至大言不殘地要求美方不得介入臺灣大選 但自己卻是動作頻頻 像是公開呼籲支持特定候選人 還是招待臺灣地方人士旅遊等 對於今日舉行的總統大選 有中國網友仿佛覺醒一般 留言表示 別只關注統一 關注下選舉 臺灣是中華文明之光 同根同源的中國人做到了民主自由 反而我們該反省一下自己 許多中國網友也紛紛表示認同 然而該留言隨即被消失 甚至整個文章都開啟了精選評論 也許就是如此 牆內的微博開始針對臺灣選舉的貼文和討論進行管制 目前清一色只有官方認證的賬號才能發文 我們每天在副頻道發表一個視頻新聞 阿波羅網是獨立媒體 沒有政府和機構資助 朋友們每一次按動油管的特別感謝 都讓我們深深地感受到您的關愛和支持 尤其感謝純粹為贊助我們而加入會員的朋友們 我們唯有做得更好 回饋您的幫助 請您點贊 轉發和留言 讓更多人受益 也請您訂閱並打開小鈴鐺 選全部 我們也在乾淨世界平臺開了頻道 歡迎您在乾淨世界訂閱我們 鏈接在視頻的描述中 再會! 我可以煮避這支描述中 您怎麼能打開小鈴鐺 您能按bul《我都借用到的內容》 嘩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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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嘩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